为了行销优质的香菇还有竹笋 台中地区的农会 日前举办了一场 相当别开生命的 菇笋联姻活动 由新色的香菇 是嫁给了大坑的育冷笋 到底是什么活动呢 带你来看 这场别出新材的菇笋联姻 就是为了要让大众 更加认识台中地区的农产品 今天我们新色的香菇 要嫁给大坑的育冷笋 办理千人宴的活动 那因为新色生产的香菇 占全国60%以上 品质跟产量都是全国的冠军 也办理了我们的香菇瓶建 希望说经由瓶建 把最好的香菇 能够推荐给我们全国的消费者 大企地区的这个面子顺 经过我们三社班共同的努力 办理一个我们的两链的保鲜 经过两链以后 这个纤维不要老化 提升我们的贴旋的品质 现场还安排新社区香菇与台中地区 农会黄金鱼人笋评件 让民众了解如何判断 选择好吃又油脂的菇鱼笋 并要请青龙与农民摆摊贩售 当场推广优质在地农特产品 香菇与竹笋能够碰撞出什么味道 厨师表示美食记录片中的一句台词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倒出了什么才是烹饪的最高境界 其实就是不需要太多调味 就能保留食材本身的鲜味 这午后来大家可以等日热望 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说是清脆清爽口感的竹笋 配上了我们香气铺皮的 口感非常温润的香菇 那是怎么谢你啊 天作之和 台湾农特产品在相关部门的改良与推广下 品质比之以往相对优质 与国外相同产品不妨多让 为了自身健康与何报照下 民众在挑选时可以多多考虑国产农产品 此次举办的孤笋年营活动 展示了中部地区优质农产品 通过评鉴和千人宴 推广在地特色和健康饮食文化 提升国产农产品的认知度 现场强调简单烹饪 就能展现食材的真正美味 成功吸引民众关注在地农产品 人间新闻里面 台中产品报道